中国在东都决散的任意逮捕和非法拘留行为仍在继续 据报道,维吾尔歌手苏比·买乌兰因观看并收藏土耳其电视剧《宏伟世纪》而为逮捕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警方于3月份搜查他在伊宁的家并逮捕苏比以及他的母亲和妹妹 但是8个月以来,警方没有向他的家人透露任何有关他的下落的信息 该台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地区已有5、60人因观看托尔街电影而受到拘押 苏比的家人怀疑他可能已被监禁 尽管苏比的母亲和妹妹15天后被释放,但是他们一直不敢向警方询问苏比的下落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总统高级顾问委员会会议在总统埃尔多安主持下召开 在会议上,历史会成员就教育和文化领域以及地区性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总统新闻办公室主任法赫雷丁·沃尔通在关于会议的书面声明中称 在会议期间,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就教育和文化领域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议上还指出,叙利亚问题、利比亚危机、野门战争、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以及东都绝散的事件不能与全球权力斗争分开 委员会指出,土耳其在叙利亚、利比亚、塞浦路斯和纳格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采取的步骤表明 土耳其付出最大努力以维护同胞国家和人民的权利 会议还讨论了有关维吾尔问题的工作 中国对美国向台湾出售6亿美元的武装无人机决定发出强烈反响 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在首都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评估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装无人机问题 王文炳表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装无人机干预中国内政,严重损坏中国主权与安全利益 王文炳强调,我们将对美国这一举动作出必要回应 为不使中美关系进一步受到损坏 以及保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应停止向台湾出售无人机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中说,以批准向台湾出售总价值为6亿美元的四架武装无人机和设备 美国卿统录像上 B southbound 继续 在这么一条ien 美国的定队他比赞添票 特别做生报料还要答他 在这个栅栽域中素 coloca着 反映 жест嘛 对美国的高刊 派说成了不aisse 推特在没有提供任何理由的情况下 暂停了阿塞拜疆外交大臣 杰伊恩·贝拉莫夫的账户 此举是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 在卡拉巴赫地区发生的持续冲突之际进行 有人认为他关于最近与亚美尼亚的一些帖子 可能导致账户被关闭 自从9月27日爆发冲突以来 阿塞拜疆军队从亚美尼亚的占领中 解放了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的四个市中心 三个城镇和大约200个村庄 以及一些重要的山丘